随着新冠病例以及感染率在洛杉矶县得以控制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官方取消新冠病毒相关限制 允许企业商户重新开放 非盈利组织PPEUNITE跟圣盖博谷多个市府和商会组织合作 27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 在亚凯迪亚市圣安尼塔公园举行个人防护品流动分发活动 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主 以及员工提供30天的个人防护用品供应量 PPEUNITE每周定期在全洛杉矶县不同地点举办派发活动 27号活动获得华人区圣盖博市、阿罕布拉市、蒙特利公园市、天普市和圣玛利诺市的支持 向少于1000家小商家派发物资 亚凯迪亚副市长郑博人、阿罕布拉市议员安基亚·士戴纳和阿罕布拉市商会行政总监Sharon Gibbs 在现场亲力亲为向小商家派发物资 PPEUNITE联合创始人曹杰本身经营着电商业务 他表示 随着盛盖博股商户在新冠病毒健康危机后开始重新开放 有足够可用的个人防护装备 以保障员工以及客户的健康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些关键的防护物资成本不断上涨的期间 免费供应防护物资同时帮助小型企业减轻他们财政上的负担 目前也有3万家小商家报名 并获得由PPEUNITE提供的免费PPE个人防护装备 曹杰指出 获PPEUNITE派发物资的商家中 60%是少数族裔商家 40%是亚裔商家 参加这次活动的小商家 Brian E来自喜瑞都市 他的父母经营着一家便利店7-11 他们已是第三次来到PPEUNITE的活动中领取物资 在疫情期间 他们的员工曾经一个口罩戴3-5天 幸好参加了这个活动 他们的员工终于可以每天更换口罩了 在领取防护物资的小商家中 来自各行各业 包括代表诊所领取物资的医生助理 房地产界的开发商等等 如果有需要的小商家 大家可浏览PPEUNITE的官方网站 www.ppunite.org 去免费为您的公司注册领取物资 所有的防护物资 以先到先得方式提供 发放完为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